你覺得兩個人在一起是有共同的愛好比較好 還是說愛好是互補性的比較好 都好 如果兩個人性格愛好相同 那比較容易相互失意 會往一個地方去走 但如果性格不一樣的話 有可能說因為兩個人之間 總是有某一個地方很相識而失意 但是那個地方不一定表現在愛好方面 真的有事就是我們倆都很安靜 那可能是說安靜有不同的安靜方法 安靜你喜歡做的太酸 比如安靜喜歡一個人出去跑步 那聽起來都是感覺都是說愛好不一樣 其實有某個點是相同的 那你覺得比如說兩個人的愛好都是跑步的話 那一個人喜歡慢跑一個人喜歡快跑 OK 那 那就是兩個人不一起跑步 所以可以不一起跑啊 因為我聽不懂 對啊 為什麼要一起跑 你可以先跑 只要方向一次 在目的地等著你就玩 哈哈哈哈 OK 那 那你現在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你現在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還真好難講 就 怎麼講 什麼樣的男生 好像沒有一個特別的框架 比如說長相 我沒有特別的框架說 一定要長得怎麼樣 一定要有身高怎麼樣 然後沒有特別的框架去 就是感覺比較順眼 順眼 就是看感覺 哈哈 看是靈魂的契合度 好難講 因為靈魂是聽起來很難達到 因為有句話叫人生得益自己 就是這麼大的 那你在14歲的時候 有想 有想像過自己未來的老公嗎 有啊 那那個時候你是想要一個什麼樣的 我是這樣 我小時候 我很物質主義的 我小時候 就是還不到14歲的時候 我很喜歡吃香蕉 我想說 我要嫁給香蕉農場女 就每天吃香蕉 就每天吃香蕉 就是13歲的時候 然後到14歲的時候 也沒有想他要做老公 就覺得說 這男生很舒服看得很順眼 很喜歡他 這樣子 因為不會想那麼遠 想到要做老公這樣 那現在不想嫁給香蕉的農場女呢 啊 我自己都有 我自己都可以買個農場 買個農場了 幹嘛在現在的農場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